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范例4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 摩擦力不一定都会跟你的速度相反 摩擦力不一定会跟速度相反 举例来说 如果是走路 走路的时候其实 我们要用脚去摩擦地面 去摩擦地面的时候 脚会受到地面的阻力 我们的脚想要往后推但是主力往前 那这样我们整体 身体却是往前 所以摩擦力 它不一定会是阻止你 阻止你的前进 它有的时候是帮助你前进 那当然各位熟悉的煞车 在煞车的时候的确就是 摩擦力和你的前进方向是相反的 好那这一体呢 质量10公斤的B 静置在光滑平面 质量2公斤的A 放置于B的上面 如果A和B之间的 静摩擦系数是0.5 那么对B施力36牛顿的拉力 使两物体加速 而且两物体没有相对滑动 没有相对运动 那第一小题 物体A的加速度是多少 好那它的意思是 是这样的 一个拉力36牛顿 然后作用在A 作用在B上面 但是这时候 还没有相对滑动 那既然没有相对滑动 那既然没有相对滑动 就是它们一起动 一起运动 一起运动 那我们干脆就把它 视为一个整体 就像是 稍微编辑一下 就像是A和B 是连在一起一样 没有相对滑动 就像是A和B 相连在一起 所以第一小题 其实我们就直接把它 视为一体就好了 那视为一体 合力会造成加速度 今天合力就是36 牛顿 那合体以后的质量是 10公斤加2公斤 是12公斤 所以加速度就是3 那是四为一体的 所以这个加速度也是 等于A的加速度 也等于B的加速度 所以才会是3和3 那第二小题呢 如果想要问这个A的 所受的摩擦力怎么算 好我们要算这个A的摩擦力哦 那我们就只看A就好 如果你要算A的摩擦力 那你就看A就好了 现在A它有一个加速度是3 那它有加速度就是有合力啊 有受力才会有加速度 可是A到底是受到什么力 它会往前哦 其实是受到B对A的摩擦力 因为我们也没有东西去拉A 或是推这个A 唯一的对A的失力就是 向右的B对A的摩擦力 那就是这个力作为合力 然后让A往前动 往前加速 所以这里的M带入A的质量2 而加速度是3 所以我们的合力就是6 所以我们的加速度是3 只要是2 算出来A的合力是6 那代表就是B对A的摩擦力就是6 所以物体A所受的摩擦力就是6 那么这个是B对A的摩擦力 那事实上力量一定是乘双乘对的 B对A失力的话 那A对B也会失力 而且是一样大的力 也是摩擦力6牛顿 所以这个是第二小题的第二小格 第三小题稍微难一点 如果今天要一直保持它没有相对运动 那我们的这个拉力最大可以是多少 它其实意思就是说 超过了这个极限就会有相对运动 所以其实意思就是在问是否有滑动啊 那是否有滑动 我们就会想到最大进摩擦力 那最大进摩擦力就会跟正向力 以及摩擦系数有关 所以题目才会给我们进摩擦系数 好那我们就把第三题写在这好了 首先我们先找这个A 它的最大进摩擦力是多少 那对于A而言呢 它和B之间的挤压的力 是A本身的重量 对于A而言呢 A和B这个界面呢 之间互相挤压的力 刚好就是A去压在B上面的 它本身的重力 好所以这样其实就可以算出最大进摩擦力了 那就是2乘上10 20牛顿 所以我们A的最大进摩擦力 就会是0.5乘上20牛顿 结果是10 也就是说A和B之间的界面 最多最多就是力量就是10 超过这个力 它就会开始滑动 那这题难在哪里呢 难在我们要由这个最大进摩擦力 再去推算出拉力 怎么算呢 借由加速度 借由下面这个条件 在恰好滑动的时候 恰好有相对运动的时候呢 它们两个还是有相同的加速度 在这之后 在这之后 如果开始滑动以后 可能A和B的加速情况会不同 但在恰好要开始滑动的时候 我们把A和B的加速度还是看成相同 在还没有滑动之前 当然加速度是一样的 那我们是说在恰好滑动那瞬间 加速度还是一样 那这样的话怎么得到我们要的结果呢 稍微整理一下版面 首先我们算出 A可以承受的最大进摩擦力了 所以 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算出 A他所受到的 最大的加速度是多少 A的加速度最大会是多少 是可以算的 在这个极端的情况下 A他受到的摩擦力最多最多就是 最大进摩擦 那所以 我们把这个A所受到的力 用最大进摩擦力带入 那这个力的大小就是10 然后A的质量呢 是2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算出来 A的加速度 好像有点算错了吧 好没有错啦 A的加速度算起来最多就是5 最多就是5 那在这个瞬间呢 我们还是把A和B的加速度 视为相同 好那这时候我们得到了 加速度最大 其实就是5 那我们这时候再把它看成一整体 再 视为一体 毕竟 毕竟它虽然是已经要滑动了 但 还没有开始滑动 多ata 4 多ata 4 分 5 5 4 3 5 5 5 4 这时候的加速度是5 那这样其实就可以算出来这个力了 这时候的质量是12公斤 然后呢 力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加速度这时候是5 所以答案就是 60 所以我们拉的力 往右拉在这个B物体上的力 最高最高可以到60 那这个情况下 A和B的瞬间的加速度会是5 那这时候A和B的表面之间呢 接触面之间呢 也有最大的近摩擦力 作用在A和B身上 那A这时候因为有最大近摩擦力 所以它的加速度是5 所以第3小题 反正难在说我们用 最大近摩擦力这个 限制 来决定 A的加速度 然后再用A的加速度去 想到其实在那瞬间 A的加速度 就是整体的加速度 那整体的加速度 在由这个 外力 来造成 所以外力就是 60 秒钝 秒钝 感谢观看